哈利王子曾表示 他已公開了他與英國王室的分歧 並接受媒體採訪 試圖幫助君主制 和改變媒體被他的父親查理少 惡王描述為自失任務 在他回憶錄發看前於1月8日播出的一系列電視採訪中 哈利自責他的家人和惡魔、小布、上創 以沾污他與妻子梅根提高自己的聲譽 他說給英國獨立電視台聽 他擔心他們的生命安全 在2020年同家人逃離英國前往加州 並表示他不再認識他的父親或他哥哥 王衛的繼承人慰廉王子 星期四哈利的書《備用》 是正式發行前的5天初五地在西班牙發售 不僅記錄了大量個人細節 例如他怎樣養失去童貞和吸毒 並且記錄了更多家庭不和諧的私密事件 在書中他說他的哥哥在一次爭吵中將他推倒 兄弟姐妹們都懇求他們的父親 不要娶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 卡米拉現在是皇后 當被問及哈利的最新評論的時候 倫敦人在1月9日早上經過該市中心的 托特立姆法院路地區的時候反應不一 我希望他把他放在後面前往 但誰知道 這不是我個人的 他在公共洗乾淨的廚房裡太多了 我沒有需要 我認為他有點錯 但我希望他會好 評論員說這本書令君主席陷入至1990年代皇家最大的危機 當時查爾斯和他已孤第一任妻子大安娜皇妃的婚姻破裂 大安娜皇妃是威廉和哈利的母親 在ITV的採訪中 哈利重複並且詳細地單純了 他和梅根治謝任皇室職責之後所提出的指控 皇室和他們的助手不僅沒有保護他們的免受敵對的 有時是種族主義的媒體侵害 反而通過匿名消息內容積極洩露關於他們的故事 我認為我們都在這個世界上有自己的問題 這是一個第一世界的問題 他們在過程中的問題 他們只能保持自己的問題 我認為這不太麻煩了我 至於目前白金漢工方面尚未發表任何評論 哈利說他不認為他的父親或兄弟會看他的書 請問他成員 歷史上斗